希拉莉·克林頓的醫生巴達克表示 這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從肺炎中是康復得很好 而且依然適合出任美國總統 巴達克向克林頓競選團隊星期三公布的一封公開信中表示 對克林頓的恐怖掃描顯示 克林頓有輕微的非傳染的細菌性肺炎 巴達克表示經過服用抗生素液系優勢 克林頓目前康復得很好 克林頓計劃星期四重返競選活動 他的病情是在他離開紐約市911週年紀念活動後公之於眾 一段視頻顯示他是很瘋狂地進入了一部汽車 這段插曲使得大眾更質疑克林頓的健康 並且為他的共和黨競選對手川普提供了新的攻擊目標 川普經常質疑克林頓是否有出任三軍總司令的體力 巴達克在這封公開信中表示 克林頓的疾病是由季節性過敏 是所引發 並且是逐步發展成為是上呼吸道的感染 與此同時川普亦表示他和很多其他美國人一樣希望減肥 星期三 在澳洲醫生主持的受人歡迎的電視節目的錄製現場 川普對澳洲醫生表示他希望減肥是7至9公斤 身高1米9的川普表示他目前體重是107公斤 根據美國醫療保健標準已經是超重 這個節目到星期四才會播出 但參加節目錄製的人證實了記者提供的細節 川普遞給澳洲醫生一份一頁紙的身體檢查報告 他的競選團隊表示 星期四還將會公布有關他健康狀況的更多資訊 而據說川普一直在服用治療高膽固醇的他丁類弱脈 《紐約時報》援引一位親臨陸際現場者的講話 澳治醫生測定川普體重是121公斤 並且宣稱這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略微超廠 二年70歲的川普如果是贏得到11月8日的大選 將會成為年紀最大的美國總統 他的對手民主黨人克林頓若然贏得大選 並且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性總統 他將會是年紀第二大的總統 到明年1月底就職日的時候 他將會年過69歲 失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